得到的結果就是先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讓它由左到右新增工作表 第一季到第四季 OK,那這樣應該就完成 那最大的可能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記得在add的後面 一定要加一個after 然後冒號等於 續著續點看 記得冒號等於前面的參數名稱 後面的話就是傳什麼參數 這個可能要特別 因為之前有蠻多同學常問說 老師為什麼這邊不是等於而是冒號等於 OK,這個其實還蠻常見的 也就是說冒號等於的前面是一個參數的名稱 後面是一個參數 那有的時候其實不需要加 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有的時候不用加 有的時候要加 如果你不加的話呢 那表示說你是按照那個參數的順序 比如說他這個順序應該是before嘛 所以如果你是before的話 那就不用加 可是如果你是跳到第二個 你是after的話 那一定要加 你說老師還沒有別招 其實好像有一招 如果你要按 如果你假設不加但是 你逗點 逗點的話它會跳過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逗點 然後加這樣子 有沒有,你會發現它是出底字喔 所以如果出底字表示說現在指的是這一個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不要加 可是這樣寫蠻怪的 應該沒有人寫這樣啦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奇怪 這怎麼會多一個逗點啊 是不是寫錯了 會不會錯 執行看看好了 執行 所以其實這樣會不會有bug的 其實應該也不會有bug啦 只是說寫這樣有點怪 人家會覺得說到底你這寫 這逗點是幹嘛的 執行看看 有沒有,結果也不一樣 一模一樣 可不可以這樣寫 可以啊 有沒有那樣的寫 沒有 OK,為什麼沒有 怪吧 OK 怪不等於不能這樣寫 所以其實我跟各位講 寫程式是可以有千百種 每個人習慣的寫法都不一樣 只是說啦 我是覺得 當然你這樣寫 我是覺得比較不OK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這樣 沒有 人家如果直覺看到會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最好還是寫這樣啦 就是 比較可以 明白的指出 就是說 前面是一個參數 而這個參數呢 它不是按照順序給的 然後 所以我們就加這個參數 那當然如果你想知道 你的參數順序的話 很簡單一個方法 直接在 這一個方法 有沒有 有沒有 後面 這個右邊這邊按個空白鍵 它其實 空白鍵 它自己就會帶出 就是你需要的這參數啦 OK 或者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方式啦 你按F1也可以啦 F1它會跳出那個相關說明 那你再自己再去 查找一下啦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微軟給的那個官方的說明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就 足夠了啦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在Google查一下 其實有的時候應該可以查出 你要的那個寫法 剩下就是你要了解它的規則 如果你這個規則清楚的話 說真的 很多時候 不太需要特別的輔助 你只要按照順序把 需要寫的東西寫上去應該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執行OK 沒問題的 那接下來就是說呢 我要怎麼把第4 跟第5結合在一起 OK 當然寫法很多種啦 我剛剛 講過啦 你可以把兩個寫在一起 只是因為 這個04的這個程式裡面 本身就已經有兩個回圈了 有沒有 這邊一個4i 這邊一個4j 那如果說你假設又來一個4s的話 那這樣當然是可以 可是 你要想一個問題 太複雜的程式以後不好維護啦 所以如果說呢 回圈數量太多的時候 反而建議你可以拆分開來 把它拆成 很多不同段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拆成兩個sab 三個sab都可以 然後呢 可是問題喔 可是sab跟sab之間 要怎麼去做資料的 交換 那跟各位講很簡單 首先的話如果我今天要執行 上面這一個 它變動的部分在這裡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喔 你就直接在這邊加一個變數好了 這個變數名稱的話 也許叫s好了 也許叫s好了 當然不一定要叫s啦 你可以叫別的名稱都可以 第一個喔 請你把這邊加一個變數 那變數的來源呢 特別注意喔 一律呢 會從哪裡呢 從sab的後面這個括弧 傳遞過來的話 請你在這邊加一個參數名稱叫s OK OK 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 假如看到有個sab 它後面的括弧 如果說 沒有東西的話 它可以單獨執行 可是如果它裡面有一個 有沒有 括弧裡面有 放了一個東西 這個叫參數的話 那它就不能 單獨執行了 那它什麼時候執行 它只能被呼叫而已 也就是它這個sab 它變成是一個被動的存在 它是被呼叫的喔 OK 所以以後你看到括弧裡面喔 如果你假設你這樣執行 之前是這樣執行OK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現在這樣執行會怎麼樣 它會跳出這個 它不能被執行 OK 也就是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不確定的 變數 存在 但是你在括弧裡面叫參數啦 OK 那可是問題它怎麼會被呼叫 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的sab名稱 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呢底下的話 你就把它寫到哪裡 寫到 我們剛剛的下載加權指數05這邊 把它貼上 那前面加一個call 意思是說 我要呼叫它喔 可是問題來了 它這邊有一個括弧S的 對喔 所以你必須要傳一個東西給它 所以括弧 你就傳一個參數給它 傳什麼呢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s 剛好就要傳給它的東西 所以你就乾脆 裡面也叫s 那所以喔 它就把這個s 的變數 丟給它 所以它這邊是個變數 那變數呢 傳過去之後呢 那邊s 那個叫s的參數 兩邊雖然都叫s 可是其實它的 定義是不一樣的喔 OK 你說老師那我這邊叫s 這邊可不可以叫別的 可以啦 你可以叫s2 有沒有 如果這邊叫s2 這邊也要叫s2 OK 不一定要一樣的名稱啦 只是說因為剛好 這樣好像比較 比較簡單 我乾脆兩邊都叫s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寫完了 誒程式寫完了嗎 我們來試試看喔 所以喔 寫完之後喔 所以其實改了什麼地方 其實沒改什麼啦 第一個 這邊改s 本來1嘛 這邊加一個s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扣它 它這邊裡面也帶一個s 變數給它 好 那它會得到什麼結果 一樣嘛 所以我把剛剛這個地方喔 把這個資料 先新增一個空白的 然後 然後 把這邊呢 把它刪除掉 這裡有一個空的工作表 然後呢 我來run它 run的話如果沒把握的話啦 我是建議喔 你這邊可以設個中斷點 停一下好了 把它run一下 run的話記得是run05 不能run04 04沒辦法run 因為它 後面已經有個參數了 它就是只能被 呼叫而已 它不能 主動執行 OK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會發現s 目前是1對不對 所以我call它之後 你會發現 按F8 它會把 call的這個s 的變數傳過來 它就變一個參數 它裡面就放1嘛 所以喔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我底下不是1嘛 所以這邊的話 就抓第1個 然後放哪裡呢 剛好放在第1器 所以呢 你會發現執行它 第1器的資料有沒有 就放進來了 那又新增第2器 然後呢 再來把第2器給 放進來 再新增第3器 那一時類推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它 整個run完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 第1器 有沒有 1到3月 第2器 4到6月 第3器 第4器 就通通有了 有沒有 那會很複雜嗎 其實倒也沒有吧 我反而覺得 這樣的寫法 反而清爽多了 以後的主程式 就看它這個 其它就是 那個上面的東西 所以可以把 程式拆分開來 然後這樣的話呢 結構也清楚嘛 然後呢 你將來要維護的話 也可以分別維護 我是覺得這樣的寫法 還蠻重要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剛剛我講的部分 再試著做做看 你看我改的地方 蠻簡單的 這個 這兩個要改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地方加一個call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所以如果你會用那個 sub去傳遞參數的話 我想 你應該就不會想要把 等於是 sub把它變成一個啦 因為一個的話 就真的 雖然一個 都在一起 但是 你將來 程式會太混亂了啦 OK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寫法 如果 你 比如說要執行 某一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動作 額外寫一個sub 那將來用call的方式 去呼叫它就好了 OK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將來我的參數 不只一個 我有兩個 可不可以 沒關係你可以在括弧裡面放 第一個s 豆點 第二個 看你要另外一個參數 你也可以給兩個參數 三個參數都沒關係 OK 參數也不能太多啦 所以有的時候要怎麼拆分 這可能有時候牽涉到 就是說你要看那個 怎麼講 城市的 複雜度 或者適不適合被 被呼叫 如果那個 呼叫必須要傳遞非常多的參數 我看你乾脆還放一起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要稍微衡量一下 就這樣喔